上课 那么各位同学们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大白老师 那我知道啊 现在这个BTR是贼热 大家也都根本没心思学习 想赶紧下课 然后回宿舍待着 对吧 那你们老师我多善解人意啊 是吧 咱快点讲 然后讲完咱就下课 这次的目标呢 依旧是点赞核数三过400 然后咱们来上咱们的课 今天要讲的这些课呢 是一期课外拓展 要讲的是一种 东国特有的种族呀 我知道有的同学想说鬼呀 但很遗憾的不是 这个种族的信息实在太少了 当然也有他们主动掩盖 信息的可能性在里边 这个种族呢就是叶 这个就是叶这个生物的分类了呀 因为这个是课外拓展 然后这个考试也不考 那你们就看看就行了 下面我们要来说一说 叶的形态特征啊 他们同时拥有阿纳提和斐迪亚的种族特征 也就是兽耳和蛇尾 叫声呢 总是被认为是不强的声音啊 除此之外呢 他们还具备消除其他东西真相的能力 而所谓的消除真相啊 说穿了就是改变认知 举个例子啊 天空中飞过一只羽兽 这个时候叶使用能力消除你脑中关于羽兽的认知 那么此刻在天空中飞着的那个羽兽 在你脑海里的印象就变成了天空飞过的不明物体 啊就这样 然后就是他们 那这就是他们那形态特征了 下面呢 我们要来说一说业的生活习性啊 他们咒服业初啊 是长生种族 被认为是善的人呢 会得到业的保护 而若不幸被判变为恶 他们会用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将其杀掉 尽管会判断人的善恶 但那完全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来判断的 可以说是十分任性的种族啊 他们还十分擅长伪装和控制自己的心理状态 以至于常规的心理检测手段在他们身上起不到半点作用 在东国啊 同样喜好喝酒的种族也是有很多的啊 叶也自然很喜欢喝酒 于是就时常与他们聚在一起开宴会 并且常常处于一种醉酒的状态 由于观测的样本实在太少了 我们无法确定叶的发行期 还有认真期以及他们的交配仪式 但是根据观测到的药本表明呢 偶尔会有叶去人类的城镇 然后掠夺酒和悉仪的异族异性 虽然有啊被抓走的人肯定会被吃掉了啊 这样的说法 但其实只是他们在找交配的对象 被选中的异性呢 会拼命的灌酒 然后遭到侵犯 但这并不会被杀害 如果是在两情相悦 至少叶是这么认为的 期间 对象试图逃跑 则会被叶认定为对自己不忠而被残忍的杀掉 没错 无论哪种情况 被抓走的异性都没法回来了 至少根据观测到的样本表明啊 磁性的液乳房十分发达 有大量的母乳用于补育 补育后代 好了啊 该记得都记完没 那记完了 咱们就下课 同学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